为了鼓励偏乡地区参与能源转型 还有原住民地区电力自给自足 经济部能源局补助偏乡及原住民地区设置绿能有40案 范围涵盖了光电风力地热小水力除能等计划 花莲包括了秀林乡收工箱都提出申请 副理下面代表潘悟本他也提出了质疑 希望乡公所要站在部落角色 好好守住部落的原住民土地 为了鼓励偏乡地区参与能源转型 以及原住民族地区电力自给自足 经济部能源局补助偏乡以及原住民族地区设置绿能 共40案范围涵盖了光电风力地热小水力除能等等的计划 目前花莲县总共有秀林乡收封商有提出申请 布林乡民代表潘悟本提出质疑 希望乡公所能够站在部落的角色 好好的守住部落的原住民族土地 原住民的部分的话 他们这个利用会很大 一个月的话就30万或是50万 还有的厂商我看是波斗波斗 有的是原住民跟我讲说 我那一块两甲做地要做重点要用 我希望说在这个部分的话 还是比较严谨的态度在一起看这个事情 布林乡公所回应 原住民族地区参与再生能源设置补助对象 是原住民族乡 依据原基法都会先争取取得部落同意或是参与 才能够使用原住民族土地的资源 如果我们还会盘点就是说民间可以参与的部分 有没有足够大的面积或是部落 但这个部分我们还会召开那个部落说明 所以代表你放心 因为这个我们会到部落各个部落去宣导 但是因为这个案子是属于规划设计的案子 这个厂商他们最近对这个案子好像都会蛮积极的 他这一次好像在富南有一个私人的 他好像是在五月底吧 他也会召开一个说明会 好像有私人的土地 但是他有公文来要我们协助 但是因为这个是属于私人的部分 所以我在这里跟代表报告 因为我们公部门就没有介入 代表表示这个规划不同于以往 是由乡镇市区公所或是民间团体来提案 让偏乡地区可以依据自己的要求 提出更适合当地的方案 未来能够借由政府与偏远地区的原住民族部落 一起来合作 进而促进偏远地区能源自主以及永续发展 记者高松双部里乡采访报道